开家了,兄弟们 现在准备搭一个新窝 天冷,我们来挑战一下天冷怎么喂羊子 我到后面吧 我到后面 女人怎么来到后面了 这个是还要循环必用的吧 我们这个拿去循环使用 这些是好肥料 我们把它装起来备用 放在菜园 不知不觉拉这么多 洗一下 散一下 浇一下 煮一下 等一下我们接着 顶反煮就不 散上瘾子吗 这个是好东西 不得刮干净 这个肥确是防 就是不好刮 OK,就这样 这一只放在菜园那边备用 这个鸭子窝 这个肥料 也可以派上用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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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这儿拿去洗一下 还能用 太低了 低了 我要给他做一个帐篷 这个 这个 这个可以 然后两边呢 两边 这个高可以 这样好像可以 OK完美 那你搭在哪里 准备搭在哪里 楼上 哎呀 鸭子都放了楼顶了 这年代 这些东西 咱们拿楼顶去 好事多磨 放在这个 上面空气好 肯定好多人说 这个左磨又磨 又磨到楼顶来了 只要看 这个天气越来越冷 这楼顶上面的 这个阳光 比较充足 然后这批鸭子的话 它需要一个安静 不能打扰 它会吓到 左想右想 想了半天 还是这里比较合适 好安静 我们就搭在这个楼梯下面 偶尔一两天下雨的话 可能也要遮住 这里也可以挡一点雨 就不怕 挖风下雨 粪便呢 粪便到时候可以清香 拿个管子 冲 现在我们考虑这个粪便不好清了 原来这个楼上 就弄了那个防漏水的 我们添一张油脂 毕竟这个鸭子保温时间长 要三十天 两张床应该够 好 可以 玩个小之前 这个水里怎么复进 有点脑子在里面 对 这个必须的 OK 固定一下 一个简单的帐篷 就出来了 这个高一点 空间大 刚刚搭建这个桶子 还以为油脂不够 跟量身定做的一样 油脂也刚好 你看 这个简简单的鸭床 又做好了 我们把它推进去 相当累死 这个比较高 人都不用这样爬进去了 之前都是爬进去 晚上你先睡一晚 你先 看一下里面 好热 这个空间够大 够高 我先试一下 别弄断了 嗯 可以 OK OK 就等鸭子来了 有没有看见鸽子跑出来 鸽子 没有 我发现少了一些 不会吧 他们这个门没关 你看怎么对的 这个都拉了10 熟漏了吧 我数了一下也是食物质 不应该 哎我真的想到还有声音 那里 我操 我以为你跑 呀 可以飞啊大哥 会飞了 回家 吓死了 还好没跑到外面去 赶紧把门窗关好 关起 进去 他都说我叫我把门窗打开 这飞掉了 我估计回不来 关严实一点 哎呀 学会了飞了 飞得挺好看 关紧关紧 就能这里跑出来的吗 嗯 关紧关紧锁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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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